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封感人至深的信件 这封信来自于深圳袭击事件中遇难男孩航平的父亲 他在社交平台X上表达了对于这场悲剧的看法 并强调不希望因为少数扭曲思想者的行为而破坏中日两国的关系 他的母亲是中国人 父亲在中国生活多年 展现了他对两国间和平的渴望 此外 根据报道 日本驻华大使金山县制也在深圳探望了航平的家属 表示将全力支援他们 并指出这是一个由有犯罪前科者所引发的个案 并非中日关系的缩影 面对如此重大的事件 受害者的家属显得憔悴不堪 但他们的坚定立场更令人动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突发事件特别节目 我是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起震惊中日两国的悲剧事件 并从多个角度解析其背后的复杂情感和社会反应 近日 社交平台X上的账号 李老师 不是你老师 发布了一篇引发广泛讨论的帖子 内容是关于深圳袭击事件中遇难孩子的父亲所写的一封信 这封信详细描述了他们的家庭情况以及对这起悲剧的反思 遇难的孩子名叫杭平 他的母亲是中国人 父亲则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日本人 尽管经历了这场无法言喻的痛苦 杭平的父亲在信中表达了深刻的理性与宽容 他强调 他们家庭不会因为极少数持扭曲思想的犯罪者的行为 而憎恨中国或日本 并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这一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和讨论 许多人对这位父亲的宽容和理性表示钦佩 同时 根据星岛日报的报道 日本日经新闻也对此事件进行了跟进 报道中提到 日本驻华大使金山县制在事发之后 立即赶赴深圳探望受害者家属 并向媒体表示 这起事件是有一名有犯罪前科的人实施的个案 金山县制在9月19日 与受害者家属和深圳市政府官员进行了会面 并承诺将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援 从法律和安全的角度来看 这起案件让我们再次关注到 有犯罪前科人员的监控与管理问题 这名犯罪嫌疑人的前科记录 说明了现有系统可能存在的漏洞 如何加强对高危人群的监控 避免类似悲剧再度发生 是值得我们深思和改进的 总的来说 深圳袭击事件不仅是一起个人家庭的悲剧 也是一面反映社会各层面问题的镜子 希望通过这次事件 我们能够进一步加强中日两国的理解与交流 共同构建更加和谐的国际社会 让我们一起铭记这个悲剧 希望悲剧不再重演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从事件发生至今 媒体一直在密切关注案件的进展 星岛日报作为其中之一 不仅在第一时间报道了事件 还对小山淳平的这封信进行了详细解读 该报指出 这封信不仅反映了一个父亲的内心波动 更是一封充满希望与呼吁的公开信 信中不仅没有任何对他国的指责 反而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期许 这种宽容大度的态度实在是令人感动 然而事情远未结束 小山淳平和家庭的痛苦只能随着时间慢慢愈合 但他们的呼声却已传遍四方 与此同时 深圳警方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调查 试图找到事件的幕后真凶 警方表示将不遗余力地追查到底 给受害家庭一个交代 也给社会一个交代 这封信 这起事件不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 也让更多人意识到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 小山淳平的呼吁 犹如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 或许在这漫长的黑夜之后 黎明中会到来 而那时 我们会在一个更加安全 有爱的社会中继续生活 怀念着那些曾离我们而去的人 继续他们未完的梦想 以下为 署名为小山淳平的信件全文 历史先生 谷家先生 感谢您昨日一直陪伴到很晚 关于领事馆和公司的评论 您可以自行决定 但我还是希望您能了解我的心情 因此写下了这封信 或许更多是为了整理我的情绪 可能有些地方写得不够好 还请见谅 是否转发 以及转发给谁 都请您自由决定 杭平非常喜欢昆虫和爬行动物 是个拥有独特眼力 能发现任何小生物的孩子 他拥有比任何人都更为温柔的心灵 从小就喜欢画画 是一个对语言很有天赋的孩子 能够流利地使用日语和中文 他一直对随我前往深圳的安排 感到犹豫不决 由于偏食 他一开始很难适应当地的饮食 但最近 他喜欢上了越来越多的中国食物 并且迷上了刚刚开始的篮球运动 他如此突然地离开了我们 我完全没有料到 现在 我的内心充满了困惑和无尽的悲痛 我再也无法看到他如何成长 如何成为大人 无法保护他 这将成为我一生都无法释怀的悔恨 杭平既是日本人 也是中国人 他的母亲是中国人 曾在日本生活了近十年 他的父亲是一个已经在中国度过了将近一半人生的日本人 杭平本人三岁前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妻子的家中度过的 无论外界如何报道 他拥有日本和中国两国根源的事实不会改变 我们不会憎恨中国 同样 我们也不会憎恨日本 无论国籍为何 我们都将这两个国家视为自己的国家 尽管风俗和文化存在差异 但我们比谁都清楚 大家都是一样的人 因此我不希望有极少数持扭曲思想的卑劣之人的罪行来破坏两国的关系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杭平曾经有一次对我说将来想成为像爸爸一样的人 或许这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但作为父亲这句话让我无比欣慰 我从事中日贸易的工作 担任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桥梁 我的主要职责是弥合双方的认知差异促进顺畅的沟通 如果没有发生这次不幸的事件 我相信他一定会成为比我更有用的人 但现在我只能尽全力成为一个他可以为之自豪的人 并且继续为日中两国的相互理解做出微小的贡献 这既是对我最爱的儿子的赎罪 也是对犯人的报复 最重要的是我想对杭平表示感激 感谢他让我们成为父母 感谢他在我们身边度过了十年八个月又七天的时光 我们将会继续坚强的生活下去 为他继续走完他未完成的路 此外根据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 目前深圳日本人学校已经收到超过一千数来自社会各界的鲜花 考虑到广州本地天气炎热 校方已将花束放置在了有空调的鲜花市 慰问花束何欣义已陆续转达给遗述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们的 61屏 prepar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